我这一辈子也没成个正经的棋手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下棋总是马马虎虎的 总是下着开开心罢了 即便我下上一个钟头的棋 这样做也不是为了劳神费心 相反是为了使专注的精神松弛一下 别的人那些地道的棋手 他们是下棋 我却是玩棋 冒昧地造这么一个心词 那就下起来吧 不过这跟谈恋爱一样 不能没个对手 可是这会儿我还不清楚 这条船上除了森特威奇和我 是不是还有别的象棋爱好者 为了引这些人出动 我就在西烟市设下个并不高明的圈套 跟下棋比我还臭的妻子 像捕鸟人一样展开了棋局 果不其然 我们还没下到第六步 一个在旁边路过的人就站住了 这第二个人还请求我允许他官局 最后来了个求之不得的对手 提出要和我下一盘 这个人叫迈克科诺 是个苏格兰采矿工程师 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炭石油的时候 赚下了一大笔钱 他长得身材魁梧 腮帮子方方正正 壮实硬膀 牙齿坚固 紫糖脸红瀑瀑的热眼 大概是大喝威士忌造成的 至少也跟着有关系 肩膀宽得出奇 像运动员一样的威武 连下棋的时候 也突出的显露出来 迈克科诺先生 是沾沾自喜的得知人 连下棋玩这么一个 不值得一提的事 输了也觉得有损他的自尊心 这个个人奋斗的强者 在生活中 慣于不顾一切地去达到目的 被实际成就弄得忘乎所以 充满了不可动摇的优越感 以致任何伪物 都会使他跳起来 都会认为是岂有此理的反抗 简直是欺负他 输了第一盘 他就绷着脸 又啰嗦又蛮横的解释 说这不过是一时的疏忽 输掉了 第三盘输了 他又说是因为 隔壁船舱里太吵闹了 只要是输了 他就要求再来一盘捞回来 开头 他这种不服气的横劲 还使我有点好笑 后来 我想到这只不过是为了 把世界冠军引到棋桌上来 那么把这件事也就看从事 摆脱不掉的瞎凑合罢了 第三天成功了 不过才成功了一半 森特威奇也许是从工人散步的甲板那 穿过窗子的时候 看见我们正在下棋 也许只是偶然的赏脸光临了西岩室 反正一见我们这些不堪入流的棋手 在搅弄他的艺术 就不由自主地走过了一步 不远不近地朝棋桌打亮了一眼 正轮着麦克科诺而走棋 这一步棋 看来就充分地提醒了森特威奇 我们这种外行人的忙活 是不值得他这样的国手 再热心地看下去的 像书店给我们这些当作家的人 推荐一本拙略的侦探小说 我们翻都不翻地就扔开一样 他也同样带着那种明显的表情 走过我们的棋桌 走出了西岩室 天了天瞧不上眼 我想着 那种看不起人的冷眼 使我有点火了 为了谢一谢火气 我对麦克科诺说 你这步棋 看来冠军不怎么欣赏 是什么冠军 我向他解释说 刚才过去的那位先生 翻了翻白眼 看我们下棋的 就是象棋冠军 参退棋 我又补充一句说 让高明去比试好了 我们会受得了的 不会在心里不自在 穷人本是水煮饭嘛 这句顺口溜的话 竟对麦克科诺尔 起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作用 失我都一愣 他立刻坐不住了 忘了下棋 不安分的想法在他心里头脚腾开了 他说他没想到 森头尾棋在这条船上 他无论如何 也得跟森头尾棋下一盘 又说 他的一辈子 还没单独跟世界冠军下过棋 只是有一回跟另外四十个人一起 同意为世界冠军来过车轮战 杀得真是难解难分 他还差点赢了呢 他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位世界冠军 我说不认识 又问我愿不愿意去搭个画 把那个世界冠军请到我们这来 我回绝了 理由是我知道 森头尾棋不怎么爱跟生人打交道 再说 跟三流棋手下棋 对世界冠军来说 那有什么味道呢 得 跟麦克科努尔这种虚荣心极强的人 我真不该说三流棋手这种话 他气呼呼地往后一扬 粗声大气地说 他个人简直不信 森头尾棋会拒绝一个绅士的 客客气气的邀请 他会 他会有法子办到的 顺着他的心思 我把这位世界冠军的为人 简单地一说 他暴躁地无法克制 不理不睬 撂下这盘残棋 就冲出工人散步的甲板 去碾蹭脱尾棋 我又一次感觉到 这肩膀那么宽的人 一旦打定了主意 做什么事 那都是没法阻挡的 我有点焦急地等着 十分钟后 麦克克那儿折了回来 不那么神气十足了 怎么样 我问道 你说对了 他带点火气地回答说 不是个多招人喜欢的招 我做了自我介绍 告诉他我是谁 他连手都没有向我伸过来 我试着向他说明 要是他愿意跟我们来一次车轮站 那我们全船的人都不胜自豪 不胜荣幸 可他呢 死挺个脖子 说是他很抱歉 那他跟签订合同的经理人 曾明确地规定 整个旅行期间不得无偿下棋 要下的最低价格就是 每盘250美元 我笑了起来 这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黑白格子之间 挪动挪动棋子 会是这么个赚钱的买卖 这下 但愿你离开他的时候 也客客气气地 跟去的时候一样 然而麦克科纳尔还是一本正经 齐赛定在明天下午三点 就在西烟市这举行 我希望我们不至于轻而易举地 就让人家给杀个稀里哗啦的 什么 你答应出250美元 我简直经个得要叫了起来 我为什么不出 你说要是我牙疼 这船上凑桥有个牙科大夫 我也不好请他白给我拔牙嘛 那人要个大价钱 也是完全对的嘛 各行各业的地道的行间 也都是最近的生意人嘛 对我来说 做生意越爽快越好 我宁肯现钱交易 也不愿意请什么一个叫村头威奇的先生来发善心 到头来我还得欠他一份人情 再说了 我在一个俱乐部的一个晚上 输的曾经超过250美元 还不是跟什么世界冠军下棋输的呢 一个三流棋手就败给了村头威奇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嘛 用三流棋手这句有口无信的话 把麦克科奴的自尊心伤得这么厉害 这是我感到非常的好笑 不过既然他打定主意 为这句玩笑付大价钱 对他那种执拗的虚荣心 也就没有什么可称怪的了 说到头来 他这种虚荣心 还有助于我去结识结识那个宝贝 这件即将发生的大事 我们连忙通知了四五位一直自称棋手的先生们 让大家为即将举行的棋赛 不仅把我们这张桌子 而且把旁边的那张桌子也都预定了下来 以便尽可能的不受过往的人的干扰 第二天 我们这些人全都按约定的时间到了 不用说 冠军对面的正习让给了麦克克奥尔 他兴奋的不行 一只接一只着抽着烈性的学家 急得一次又一次的看表 然而 那位世界冠军 正如我根据我那个朋友所讲述的预料的那样 叫人美美的等了足足有十分钟 显然是想在这种情况下上场 使他那种有吃无孔的劲儿 更增加分量 他朝棋桌走了过来 安安稳稳 丛丛丛丛 一来就用行家的官腔安排比赛事宜 也不做自我介绍 他这种无礼显然是在说 我是谁你们知道 你们是谁我管不着 由于船上棋盘不够用 没法进行车轮战 于是他提议 我们大家一起跟他下散了 他走完一步 就到西安市尽头另一张桌子那去 让我们便于商议 我们下完对招 就用小勺敲敲杯子 这是因为不巧手头没有参灵 他提议 如果我们不想另外安排的话 那就走一步棋最多十分钟 不用说 我们像缅甸的小学生一样 对每个建议都赞成 森头一棋分得了黑房 他就站着就地走完第一步 完了就转身 到他提出等待的位置上 懒洋洋地坐下来一靠 随便翻着看一份画报 谈这盘棋下得怎么样 那毫无意义 才走了二十四步 我们就一败涂地 这是必然会有的结局 不说也知道 一个象棋冠军 不销举手之力 就杀败了五六个中流 乃至末流棋手 这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闹人的是 村头维棋那种趾高强的架子 明显的使人感觉到 他对付我们是不销左手之力的 每次来走棋 他都故意只朝棋盘上瞟一眼 又懒洋洋地把我们扫一眼 好像我们也都是些木头做的死棋子 那股傲慢劲 由不得使人们想用 鄙夷的目光去看赖皮狗 我心里想 他完全可以心眼活一点 提醒我们注意注意失招 或者说句友好的话 给我们打打气 然而 这盘棋下完了 这没人味的下棋机器 也没说一个字 只说了声 将死了 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旁边等着 看我们是不是还想下第二盘 像我们一向对付粗鲁延后的人一样 我正要站起来 无可耐可地打个手势 意思是暗示他 做完这笔美元买卖 那么至少对我来说 这场愉快的相识就算完了 恼人的是 就在这时 我旁边的麦克科努尔 沙哑地喊了一声 再来一盘 麦克科努尔那种挑衅的口气 真把我吓了一跳 这一瞬间 他给人的印象 简直是摆好了架势的拳击手 而不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也许是由于村土一起对待我们那种人的气人的态度 也许只是由于他那种病态的一束即发的虚荣心 反正是他一反常态了 看得出来 他正在冒汗 脸一直红到额门上的发际线 鼻翼由于内心憋气而猛烈的煽动 从咬紧的嘴唇到浩道的撅起的下巴 中间挤出一条深深的皱褶 我担心地看出来 他眼睛里冒着无法控制的胸炎 只有当人们赌钱的时候 眼看着赌住一倍接一倍往上翻 可连着六七次就是不来对劲的牌 才会冒出这种胸炎 这是我知道 这死要面子的狂人 会不惜全部驾当 或是圆柱或是加码 跟森托维奇吓呀吓呀 一直吓到至少赢上一盘为止 森托维奇要是干下去 麦克科诺尔就会成为他的摇钱树 等到达布因诺斯埃利斯 他就能摇下好几千美元 森托维奇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请吧 他客客气气地回答说 先生们 这回占黑房 第二盘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凑热闹的 我们这个小团体人多了 也就更热乎了 麦克科诺尔死盯着棋盘 仿佛要把他引起的意志 灌注到棋子里面去使他 我看他为了朝阴冷粗俗的对手 痛痛快快地喊出一声 将死了 就是牺牲一千美元 他也会甘心情愿的 值得注意的是 他那种勉强压住的愤怒 不知不觉地使我们多少也受到了感染 原来的时候就又有人出来阻拦 一步一步走到第十七步了 这时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喜 局势看来对我们是极为的有利 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C路族 推到倒数第二个的C2位置上 只要再往前推到C1的位上 就有了那个新的后了 面对着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战机 我们心里当然并不踏实 我们一致怀疑 这争得的优势弄不好 还会是村特维奇有意扔给我们的吊耳 他看起可比我们要远得多呀 然而 尽管我们一起绞尽脑汁探究商量 我们也弄不懂这不露痕迹的妙招 最后 眼看就要到规定走棋的时间了 我们决定冒险就走这步棋 麦克科娜尔正要去捏起那个足 推进到最后一个里去 猛的他感到手臂被人拽住了 又个人又轻又急地敲声说 我的天哪 走不得 我们大家都不由地回过头来 那位先生 四十五岁上下的样子 脸长得又瘦又尖 这以前我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 因为他那张脸像粉笔一样 白的初棋曾经引起过的注意 他一准是最后那阵子 我们全神贯注 琢磨那部南棋的时候 上我们这来的 他感觉到我们在盯着他看 就急忙补充说 现在你如果是足变成后 他接着就用C位上的象 吃掉这个后 你再用马吃回来 可是这期间 他会把这个畅通无阻的足 来逼你的车 你就是跳马叫江也输了 再有九步十步也就完了 1922年 比斯基人棋赛 阿刘辛对伯格·劉波夫 下场的局势 就跟着差不多 麦克·科诺尔一愣 从棋子上缩回手来 凝视着那个人 跟我们大家一样的精益 这真是一个盼不来的天使 下凡助战来了 一个人能算出 九步之后的杀招 没问题 是个一流的专家 没准还是个冠军的争夺者 正出门去参加 同一次的比赛 正在这紧要的关头 他突然到来 突然介入 这简直是天助 麦克·科诺尔第一个清醒过来 那你有什么高见 他急不可耐的小声闻 依我看 先不进 撤 先把王撤出死地 这么一来 他可能把锋芒转向这一 那么你的C8位的车 退C4顶住他 这他就先失了两步 丢掉一个足 也就失去了优势 于是就成了足对足的棋 只要防守得法 你还能落个合局 再多就别指望了 我们又是一乐 他算得那么准 又那么快 把我们都听傻了 这酸铺子的劲儿 就像是照着县城的书在背 由于他参战 使这盘对世界冠军的棋 成为了合局 这意想不到的转机 怎么说也是激动人心的 我们一致闪到一旁 好让他看齐方便 麦克·科诺尔再次问道 那就S8位王退至 就这么走 绕开是要紧的 麦克·科诺尔听从了 于是我们敲响了杯子 村头一起 赵舅心不在焉地 迈着步子来到棋州旁边 打亮了一眼这部对招 他开始走棋 可是正应了 给我们驻站的这个陌生人 预先说下的 这一位已经耐不住 性子地张开了 走车走车 不要管他那个族 这就板成势均力敌了 全力押过去 不要手了 我们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他说的那些话 就像我们听中国话 不过既然服了他了 麦克·科诺尔也就不加思索 照着他的指示走 我们又敲杯子 叫村头一起过来 他第一次紧张地看着棋局 没有匆忙地做出决定 后来 他按这个陌生人 点破的那样 走了一步棋 转身就要走 然而 村头一起走开之前 出了点新鲜事 想不到的事 他抬起目光 打量了一下我们这一圈人 显然是想弄明白 是谁回敬了他一步硬棋 从这一瞬起 我们的情绪猛然地高涨起来 这以前 我们下棋只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 现在不同了 想杀一杀 蹭退起孤傲的想法 在我们浑身的血管里 鼓动起一种 头身一搏的热火劲 我们这位新朋友 已经又定出下一步棋 我们能叫村腿起回来了 那小勺敲杯子的时候 我的手指都在哆嗦 这一下 我们第一次站上风了 一直都是站着走起的村腿起 迟疑着 迟疑着 终于坐了下来 他动作迟钝 慢慢悠悠地坐下 这一坐 光从架势来说 他就失去了原先 对我们那种居高临下之势 我们已经把他逼得 至少在空间位置上 和我们不分高下了 他长久地思考着 目光一动不动地吹向棋局 发色的眼皮 低得连眼珠子都看不见 在琼斯苦索中 嘴也慢慢地张大了 使他那圆圆的脸 显得有点呆头呆脑的 村腿起想了几分钟 然后走了一步 站起身来 我们那位朋友 跟着就都能开了 好一步嫌弃啊 想得好 不过别去管他 逼着换 硬逼着换 一换就成何局 上帝也帮不了他的忙 麦克科纳尔听从了 以后的几步 成了他们两个人 你争我多 我们这些人 早见即成了 没台词的群众演员 看了个莫名其妙 约莫又走了七步吧 森特为奇 经过更长久的考虑之后 抬起眼睛 声明地说 喝了 一时间 亚雀无声 突然 我们听见涛声了 听得见 休息室收音机里 传来的绝世乐声了 听得见 散布甲板上的 每一声脚步 和穿过窗戏的 清清细细的风声 我们好像都停止了呼吸 在一局已成略事的残奇中 这陌生人竟然能牵着世界冠军的鼻子走 这太突然了 太突然意料的事 使我们简直目瞪口呆 麦克科诺尔猛望后一靠 憋住的气 从嘴里扑吹一下 窜出来 一声快活的 哎呀 我侧在审视着 蹭吹起 下最后那几步骑士 我感觉到 他脸色在发白 不过 他很会克制自己 保持着故作震静的 刚强样 一边 消消停停伸手 打开棋盘上的棋子 一边故意冷冷地问道 诸位还想下第三盘吗 他提这个问题 完全是用职业性的 拉生意的口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他说这话时 没有看麦克科诺尔 而是狠狠地抬起目光 直视我们这位救星 下最后那几步棋 他一定认出了 他是真正的 实际上的对手 就像一匹马 从更稳健的架势中 认出了一个 更加出色的新棋手一样 我们由不得 跟随着他的目光 着急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然而 陌生人还没有顾上考虑 或是回答 虚荣心作怪的 麦克科诺尔 就凯旋般地 冲着他攘开了 不在话下 不过这一盘 你得一个人跟他下 一个人对付 陈特为奇 然而 有点叫人想不到的是 怪头怪脑的 还一直紧盯着空气盘的 这个陌生人 看到自己 吸住大家的目光 还有人这样 得意洋洋地来搭话 惊恶地一机灵 神色大变了 说什么也不下了诸位 他说话实实 结结巴巴 显然是很慌张的 这绝对不行 这我根本不考虑 我都二十年 不不不不 二十五年 没有爱尽其作了 我这才想起来 对不起 我做得多么不得体 不经允许就来参加 你们的比赛 我太冒失了 请 请这位原谅 我一定不再打扰你们了 说完 他已经抽身 走出了西岩室 这就简直不可能 气冲冲的迈克科诺 朝桌上打了一拳 闷声闷气地说 这人会二十年没下棋 这绝对不可能 没不起 没不对招 他简直五六步之前 他都算出来了 这两下子 没人能轻易做到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不是 迈克科诺 从而不自觉地向村头一起 提出了末尾这个问题 可是 这位世界冠军 照旧无动于衷的冷淡 这事 我没法评论 反正那位先生旗下的 大不一样 还有点意思 所以 我故意给他留了个面子 说着 懒散地站了起来 用职业性的口吻 他补充着说 要是那位先生 或是诸位 明天还想下一盘 那么 三点钟以后 我奉陪 我先访问一下 我先访问一下